现在是第六个主题 心靠清净爱尊重和侍奉神的动力 怎样继续有动力了 第一个动力 神充满爱和大能 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眼目 他能够尊大能力荣耀强盛都是你的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他能使人尊大强盛 都是出于你 就是神有大能大力 他能够凡事祝福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动力 能够掌管所有一切的事情 其实在世界上 很多时候是有钱的人 公司 这些人控制很多人的生命 但如果你有神 你听神的话 神就会控制事情为了祝福你 就为你开路 例如我现在有这个宣教机构 其实 这是神感动不同的人 愿意配合 就能够帮助 这个奉献 能够帮助 我曾经去十五个国家宣教 我继续 现在还是继续宣教 继续训练 这个是神给我的 的供应 叫我能够继续地服侍神 所以神也能够祝福你 当你听神的话 第二要点 神极爱和看重我们 祂很爱我们的 每一个都重要 每一个都宝贵 第三 一起读 真心信靠爱 遵从和适奉神 必蒙神 喜悦和祝福 这是你信靠 亲近 遵从神 祂必定喜悦 必定祝福 然后第四 一起读 犯罪 不遵从神 和不适奉神 必有破坏性 这是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这是犯罪 必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就说 犯罪有破坏性 正从神 遵奉神 必有益处 整个生命蒙福 那你要走哪一条路了 是神掌管 但很多信仰书 他们是这样想的 我掌管我的生命 我的老板 掌管我的生命 我的家人 掌管我的生命 其实都不是 神掌管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会蒙福 这个很简单的诗点 能不能够放在记忆里 就是说 神这么美善 充满爱 充满大能 凡事都能 祂也看重我们 然后 我信靠 亲近祂 必定蒙福 必定提升 不信靠 犯罪 必有破坏性 所以 不听话 就浪费生命 听话 就蒙福 持续这么简单 那你会不会选择说 我要跟从神 走神的路 就必定蒙福了 必定有神的祝福 随着我 我希望你的生命 你们现在都是年轻 我 二十岁 十九岁信耶稣 十九岁信耶稣 当时我知道有神的证据 我研究 发觉有神的证据 我非常的兴奋 我每天都说 哇 有神了 起来就很兴奋 然后我就向我的同学 我的家人传福音 我的家人 禁止我传福音 禁止我向他们传福音 但等了一段时间 我要传 我总是继续 讲机会 就讲了 然后我就说 这个世界这么多人 没有信耶稣 我就有这个 祝福他们的信 其实我首先是 关心我教堂的人 我当时我就想 教堂里面的人 是不是都很清楚 信耶稣了 很清楚神是证据了 我就回到教会 我就找他们谈话 我就发觉他们不是 我很惊讶 有些人不是 我找一些比较 没有那么多 不是那么活跃的人 跟他们沟通 我就发觉他们都不肯定 我就与他们沟通 然后我就找一些 去教堂 跟他们沟通 然后聚会完了 我跟他们一起走路 走路 然后一边跟他们谈 上个星期帮助他们 这个是神给我这个动力 当时我没有想 但就是神给我这个动力 现在我想清楚 我做什么神都喜悦 就发挥我的生命 我为什么要浪费生命呢 所以我很小心保守我的生命 我不要任何罪 任何人 任何负面的东西 影响我的生命 因为我真的深深地相信 神已经为我开很大的路 我听话 我尽从神 这条路就越来越大 就祝福更多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例如你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我犯一样罪 你们的牧师就说 牧师你犯这个罪 我不要跟你合作了 我就破坏这个西风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会说 我不要破坏我的生命 但你说我现在都没有受训练 我怎样能够发挥 你受训练 而且你将这个教导放在心中 你的生命就提升 你一步一步 你帮助 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灵命 后来你就能够帮助更多人 现在你不用看手机会 看我 你帮助一个人 你就能够帮助几个人 帮助几个人就可以帮助几十人 你一步一步地提升 你整个生命就提升 当时我就追神说 神啊 如果是你的心意 我愿意做牧师 去祝福人 神就开始为我预备道路 这个就是我信耶稣之后 我对神的回应 神这么争许 我要跟从祂 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心 神就提升你了 感谢天父 你们有没有这个动力 神啊 我要被你使用 被你大大的 祝福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